好咱们说回职业电影 职业电影的出现对美国电影界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因为它的真人性对真人宣传 历史资料的保存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但经过了70年代 职业电影所确立的创作规范和即时精神 开始受到了质疑 因为它尽管观察和拍摄美国各种公共机构 记录美国历史变迁 体现强烈的社会性 但却始终没有介入社会 确立改造社会的使命和立场 所以基于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 一种名为新纪录电影的流派诞生了 严格来说 美国新纪录电影不是一个流派 也不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 因为这个词呢 更多是用来指涉 在美国特定历史 政治和人文环境下 80年代崛起的一批新生代的纪录电影人 他们在后现代主义 社会文化语境下 不约而同地打破了传统纪录电影流派 所驱立的清规戒律 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的反派 并形成了世界性的影响 美国学者琳达·威廉姆斯 在论文《没有记忆的镜子》 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当中 首次提出了新纪录电影的概念 新纪录电影是积极主张虚构 对所谓客观真实经营反驳的 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纪录电影 它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 以揭露真实 可见美国新纪录电影 并不排斥纪录片也要讲故事这一理念 相比职业电影 新纪录电影开始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一些 社会话题政治事件上 通过观察更多的彰显介入社会 改造社会的使命和立场 因此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就是新纪录电影最大的特征 威廉姆斯在论文里面说到 80年代以来的纪录影视片处理题材时 通常都是历史遗留下来 严肃的复杂的棘手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新纪录电影的创作者 善于从历史的发展中吸取教训 揭示当时的社会道义的丧失 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比如在影片《克伦伴恩的保留》中 迈克尔以发生在美国校园 真实的枪击事件为原型 通过一系列夸张的表现手法 呈现出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 以及危机之下的民众 内心的强烈不安感 从而进一步地批判了 美国枪械管理制度 甚至将这种批判 深入到了社会恐慌 民众恐惧等集体意识层面 在整部电影当中 迈克尔也毫无禁忌地批判着 美国当局的枪械管理制度 甚至在影片获奖的颁奖礼上直呼 布什先生我们以你为耻 可见《克伦伴恩的保留》当中的 批判力度之强 讽刺性之深 再比如 莱兹曼画了11年拍摄的长纪录片 证词犹太人的屠杀 长达9个半小时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 导演以二翠纳战 对犹太人大屠杀为背景 寻访了当年事件发生地 访问经历者 包括姓存的犹太人及纳粹分子 影片一经上瘾 就被誉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 最重大的事件 目的在于提醒人们 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再比如美国导演艾禄莫里斯 他借助影片细细的蓝线 向直接电影叫板 认为主观化真相具有不可靠性 影片讲述的是一起高速公路 警察遇害事件 记录方式遵循了真实的案件发展过程 通过采访与案件相关的各方人士 探究事件的真相 最终使得被错判的蓝道 得以洗脱罪名 莫里斯成功证实了他的冤屈 并借片中一位公诉员之口点名了 警察是区分一个民主社会 与集权的细细的蓝线 是衡量整个社会 是否安全健康的标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新纪录电影的摄影技法 正如同威廉姆斯 在论文里面阐释的那样 纪录片不是故事片 也不应该混同于故事片 但是纪录片可以 而且应该 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 皆是真实 什么意思呢 关于这点呢 我们也可以用新纪录电影的 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自我反射来解释 意思呢就是 导演不用再像直接电影一样 隐身在摄影机身后 而是应该迫不及待的 走到镜头前面 甚至直接参与真实事件之中 成为真实叙事的一部分 啥意思呢 比如我拍一部 关于帝王鞋的纪录片 为了说明我的帝王鞋 非常的好吃 我就自己在镜头前面 大口大口的吃 给大家演示 这东西有多么的好吃 多么的香 我本人来参与进叙事之中 为大家来探索大千世界的神秘 我们来举些电影的例子 比如摩根斯普尔洛克 在骑马的我里面 更是自导自演了一场 为期30天的吃麦当劳的实验 以现身说法的方式 证明快餐对健康的破坏 可见这种反身策略 正是提醒观众 除了关注所看到的现实本身 还要留意 现实是如何被建构的 这种通过表演手段 演绎出来的效果 我们是否可以用扳演一词 来概括呢 为它打上5的序号 OK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新纪录电影并不排斥 好莱坞的手法以及戏剧性 甚至就连纪录片最大的禁忌 音乐的使用也毫不避讳 当然这也就使得新纪录片 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以及更多层的表达含义 使得观众以轻松 试着娱乐的态度接受它 并达到认识层面上 新视角和多元理解 看似这样的手法 违背了纪录片的即使本性 但却会更加的引人深思 对于事件背后的含义更加关注 比如我一直很想拍摄一部 关于酒吧纪录片 把很多的毒品 潜规则 堕落 授欲 买醉 阴暗 隐形消费 特殊服务 千层套路 万种风情 纸醉精明 社会百态 全部用我的镜头拍摄下来 但这些内容 为了让观众更加能够提起兴趣来观看 我会尝试用各种炫灰的转场 人物精彩的表演 多线交叉的叙事 以及各种蒙他一脚脚进行剪辑 呈现出来的 即便是一部充满社会性的酒吧纪录片 却一点都不枯燥乏味 反而让你看得津津有味 举个例子 作为20世纪 七八十年代 西方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 影片细细的蓝线 通过不同的人物 对案件发生的情形 不同角度的叙述 显示出高度风格化的叙事策略 将采访 扮演等纪录片传统手法 融进精致的 风格华丽的 具有悬疑色彩的故事片影像结构当中 同时 令人眼花缭乱的素材拼接 蒙太奇策略等剪辑手段 也展现出影片背后 作者意识深入性和主导性 在这部充满表现主义的风格影片当中 运用了情景在线的方式 还原各方当事人口述的最爱现场 并配以充满表现力的音乐 打造出悬疑电影般的观赏效果 OK 最后呢 我们综合评价一下新纪录电影吧 不论是格里尔逊提出的 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还是让鲁石追求现场直接参与 以激发心灵的真实 更不用说德鲁小组在开启现实场景当中 呈现和捕捉自然流动的真实 他们都没有跳脱传统电影语境下 视野影像本体的现实神话 真实的结构和原则 仍然是以保证影像呈现 是真实发生的现实景象为前提的 与他们相比较下 新纪录电影虽然没有较为统一的创作纲领 鲜明的艺术主张和宣言 具体的导演名单 明确的美学主张 统一的创作方法 也没有具体的社会范围 或明确效忠的意识形态 甚至在产生的时间和名词上都有所争议 但是呢 这是因为诸多的不可知 使我们发现了它可知 即多方融合 取长补短 OK 整节课的讲解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们从20年代的四大纪录片大师 到战后纪录片的多元融合 电影的寄生属性得以不断的延续 一直到今天 纪录片这个词 也因其特殊的魅力经久不衰 我个人最爱看的纪录电影呢 是美国2018年上映的徒手攀岩 整个观影过程当中 紧张揪心 手心冒汗 在不干扰记录对象的情况下 主人公眼尖里面透出的 执着和冒险继承 透过屏幕 深深地震撼着我 这个时候 若非记录电影的形式 又怎能承载如此真实的浪漫呢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最喜欢的纪录片又是哪一部呢